我是通天大盗 明天看报纸吧 留下这样一句话 阿詹潇洒地骑上摩托 用最快的速度 去追刚刚从美术馆出发的货车 实际上 阿詹确实是一名小偷 并且技术远超常人 而他今天的目标 就是货车里一幅画着歪脖子圆的名画 在阿詹出发的同一时间 他的另外两名搭档 阿海和红豆 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早在名画装车以前 阿海就已经踩好了点 而红豆则在装车时假装崴脚 坐在了装着名画的箱子上 确认目标以后 红豆假笑敷衍着保安 实际却趁着对方不注意 将香水喷在了箱子上 等到鞋根修好以后 他抱着狗离开 却不料在离开之前 宠物狗在喷了香水的地方 撒了一泡尿 事后 红豆找到阿海会和 两人驱车追上火车 假装侵略吸引司机的注意 给车后方的阿詹提供上车的机会 只见阿詹骑车一个侧滑 翻滚几下 就挂在了货车的底部 而阿海跟红豆交换了位置 带上装备攀上货车 轻轻松松就撬开了后门 兄弟俩分工明确 阿海在车里找名画 阿詹则切割货车的底部 等着江话运出去 可在阿海这边 却遇见了瓶颈 很快 阿海就找到了那幅名画 他熟练的拆封 再将画塞进画桶 等阿詹那边踩好洞以后 就将画递了出去 一切准备就绪 阿海爬上车顶 坐着滑翔伞逃生 一套动作行人流水 只能用优雅二字来行龙 阿詹则找好位置 顺势躺平 等红豆来接探以后 再一起驱击阿海 他们表面上看着不怎么靠谱 其实是香港偷窃技术最高的搭档 他们三个都是孤儿 从小就被养父捡走 专门训练偷窃技术 目的是让他们专为自己偷东西 如果三人中有谁练得不好 当天晚上就没有饭吃 日子虽然艰苦 但在三个孩子互相的帮扶下 还是顺利的挺了过去 某天 三人来到一家面包店偷东西 恰好被巡恶的警察看见 可当警察追上他们以后才发现 原来他们偷面包 只是想送给无家可归的老人 警察被三个孩子感动到 不仅没有逮捕他们 还带着他们包餐了一顿 从此以后 警察成了三个孩子的干爹 也是因为有了他 给三个孩子的生活带来了光年 取道话的这天刚好是红豆的生日 三人为此庆祝了一番 借着这个机会 红豆许下愿望 喝了这杯香槟之后 我们以后不再做贼了 谁都喜欢这样 嘴上这样说着 阿海看上去却不太情愿 为了缓和气氛 阿詹劝红豆去吹蜡烛 没想到 只是轻轻吹了一下 飞起来的面粉就糊了红豆一脸 原来这又是阿海的恶作剧 快去哄哄他 你也有份啊 他听你哄嘛 短短几句话就已经看出三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温柔的阿詹喜欢红豆 但红豆却喜欢大大咧咧的阿海 也更吃他的那一套 哇塞 修长的上半身 那下半身就不必说咯 红豆被阿海哄得心花怒放 阿詹把一切看在眼里 心里却不是滋味 他用玩具枪打中了红豆的腿 下一门 阿海就被红豆踢进了池子里 快走啊 还不快走 全臭小子 穿弄好了整我 过了几天 三人开车来找买家交易 阿海开价五十万 可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 想直接砍掉十万 告诉他一分也不能剪 最终 买家还是同意了阿海的开价 并且他还出价二百万 想雇佣三人去偷一幅名画 不过据说这幅画很邪门 谁去偷谁就会死 红豆本就想退隐江湖 并不支持他俩接下这单 但阿海和阿詹却跃语试 不过作为翻译 红豆给了买家另一种答复 红豆本以为 自己成功拦下了这笔交易 但他却没看到 阿詹临走之前 悄悄撕下了杂志上 有关名画的那一页 当天晚上 红豆找遍了酒店 也没看见阿詹 阿海意识到 他一定是自己去偷画 担心阿詹会有危险 他打算过去帮忙 你收拾东西 明天早上九点钟 你在康城的那个小机场等我们 此时 阿詹已经悄悄溜进了古堡当中 他小心翼翼的探路 却被突然出现了阿海吓了一跳 你怎么会在这 没我怎么能成军呢 兄弟两人一路向前摸索 来到一处酒窖 面前就一处石门 但他们却找不到石门的开关 阿詹敏味的察觉到 这座古堡藏着很名贵的画作 可酒窖里的酒却很廉价 里面一定有玄机 果然没一会儿 阿詹就找到一个连着线的酒瓶 石门也缓缓打开 兄弟两人赶紧走了进去 明画就悬挂在密室的正前方 表面上十分安全 但细心的阿詹用头发试探 发现地面早就布满了电网 可惜这些压根难不倒阿海 他注意到屋顶悬挂的吊灯 用阿詹的后背借链 飞起一跃就挂上了吊灯 接着他用脚勾住吊灯 再抱住阿詹的脚 两人形成人梯 将惯性成功取下了明画 快点 目标得手 两人准备跑路 大厅依然空空荡荡 看上去十分安全 但阿詹却从中看到了杀机 随即他打开一瓶红酒 和阿海一人一杯 众人皆罪 我独行 借用杯里的红酒 两人风骚走位 轻松越过了红外线 一番操作下来 兄弟俩毫发无伤 但没想到他们前脚刚爬出铁门 后脚就被保安发现了 对方掏枪射击 阿詹因此中了一枪 阿海回头去叫阿詹 将他塞进车后座 开着车扬场而去 阿海将车开到一处海滩 打算先替阿詹处理一下伤口 他一边准备工具 一边埋怨阿詹偏要自己行动 这时 阿詹才向阿海坦白 其实他去偷话不是图钱 而是为了红豆的幸福 我真希望我是你 你想没想过他的将来和幸福 听到这些 阿海没有说话 他想了想 终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我追求的是那种一刹那之间的光辉 难道你没听人家说过 刹那的光辉并不代表永恒吗 阿海知道 阿詹并没有理解他的话 他清楚自己天生喜欢流浪 和红豆完全不同 红豆渴望婚姻和稳定 自己却不能如他的愿 而他也明白阿詹对红豆的感情 知道阿詹才是那个 可以给红豆幸福的人 所以他总是在有一无意间 将红豆推向阿詹 但显然阿詹没有感受到这些 阿海不想和他再讨论 一拳打晕了阿詹 等阿詹再醒来时 伤口已经包扎好 他们本想离开这里 却察觉到不远处有人正在埋伏他们 双方随即展开了枪战 原来是先前找他们下单的老外 想要杀人越火 兄弟俩拼死抵抗 但毕竟对方人数占优 应拼肯定是拼不过的 阿海便让阿詹带着话先去机场 自己则引开敌人的注意 兄弟俩人一路狂飙 可始终甩不掉敌人的追击 无奈之下 阿海只能倒车回来 用车挡在敌车前面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追兵坐着快艇来追阿詹 慌万之中 华卓从手中脱落 阿詹也在敌人的火力中 被打得站不起身 危机关头 阿海开着车出现 他将油门踩死 飞车撞上了油体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阿海就这样消失在海面上 红豆在机场等了很久 始终没有看到兄弟俩的身影 终于 阿詹拖着受伤的身体 来到机场赴约 眼看红豆就要去找阿海 阿詹拦住了他 把他强行拖上了飞机 之后的三年里 红豆和阿詹生活在了一起 阿詹仍旧在替养夫笑领 只是身边再也没有最好的兄弟帮陈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红豆也慢慢接受了阿詹的心意 和他结为了夫妻 某天 阿詹和红豆一起逛超市时 在门口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他借口有时追了出去 正如他猜想的那样 这个人正是阿海 因为那次爆炸 阿海失去了双腿 三年未见 他们本该有千言万语要说 可真的见到时 却都选择了沉默 第二天早晨 阿詹和红豆受邀来到养夫家里 原来养夫打算让阿詹帮他做一件事 他把两人带到楼上 没想到在这里 他们竟然见到了三年前丢失的那幅画 他失踪了三年 就升职了三倍 如果再失踪两年的话 你说吧 会升职多少钱呢 也是在这时 红豆才知道 阿海原来还活着 他 他不是死了吗 阿静见过他的 你没有跟他说吗 既然是养夫的要求 阿詹也不能拒绝 接下了这项工作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三年前伏击他和阿海的老外 正是养夫派去的 而红豆这边知道阿詹的任务后 也不由得为他担心 于是便想找到阿海去帮阿詹一把 凭借着他对阿海的了解 红豆联系上了三人的警察干爹 果然在干爹家 如愿见到了阿海 带你参观一下 不要紧 我的腿早就没直觉了 此时此刻 两人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不过 参观到一半时 红豆还是打断了他 他这次来 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把阿詹准备偷话的事 全都告诉了阿海 你帮帮他 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让我帮 我知道你会帮 那我先走了 等到慈善拍卖会开始的那天 养夫将话拿出来拍卖 阿詹也按照计划 来到会场打探地心 场内的叫价十分激烈 但实际上 却是养夫自己安排的一出戏 在叫价到140万时 藏在人群后的阿海 也开始出价竞争 早在他刚回香港的时候 就已经去见过养夫 也知道当初是养夫派人暗杀他们 所以这一次 他一定要让养夫知道厉害 而同一时间里 阿詹已经悄悄潜入那场 他将烟盒打火机放在壁灯旁边 在装成客人的样子 顺走了那场的通行者 等到打火机爆炸的时候 他趁着保安断电检修的时间 流到了保险库附近 没一会儿 他就摸清了保险库周围的状况 大门上有密码锁 保险库还需要钥匙来开 但钥匙只有拍卖行的行长猜用 于是晚上回家以后 他和阿海对了一下 两人打算里应外合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保险库的钥匙 我一个人就行了 十几年兄弟 我不会换你的事的 你已经缺了腿 我不希望你再没了手或者没了命 不过 阿海心意已决 阿詹也只能同意他一起帮忙 这晚刚好是阿海的生日 三人再次聚在一起吃饭 似乎重新找回了当初的感觉 阿海主动问两人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 是不是想让他来做干爹 想做干爹呢 你就要来美国 我们想过些日子去美国 不回来了 阿海表面没有波澜 实际心里却有些失落 此时干爹推着蛋糕走了出来 你这个蛋糕太棒了 拍卖会结束前会有一场舞会 当天晚上 三人来到舞会 准备取投行长的钥匙 而他们接下来的操作 堪称小偷借的经典 红豆和阿海率先来到舞池 大笑了一番轮椅华尔兹 趁着交换舞伴的时机 红豆牵住了行长的手 他一边和行长跳舞 一边去摸行长口袋里的钥匙 再转了一个圈以后 钥匙顺利到手 等到下一次交换舞伴时 阿詹趁机楼上红豆 完成交接 接着 阿海上前和红豆跳舞 阿詹则去给钥匙探摸 这时 行长也发现钥匙不见了 趁他怀疑之前 阿詹把钥匙悄塞回了他的兜里 放倒几个警卫 而阿海也在电话另一边 发出赞叹声 想不到你的身手 还是这么敏捷 不愧是我的最佳趴当 按照阿海的指示 阿詹关闭了整栋楼的电闸 所有的监控瞬间瘫痪 阿詹也顺利地来到了保险柜门口 大门需要六位密码 阿詹用胶布贴在按键上 根据胶布上的指纹 就能看出哪几个件事经常按的 指纹显示5和8 阿詹很快就破解了密码 保险库除了需要钥匙 还需要解一个机械锁 刚解开第一个锁 阿海这边就出了状况 干爹突然闯进来 质问他是不是又在偷东西 终于 在阿海的暗示下 所有的密码都被解开 阿海也准备开六 果然像干爹说的一样 阿詹这边刚把话拿下来 大门就自动关闭 而阿海知道这件事以后 也是心急如焚 他马上动身来到拍卖行 不过因为坐着轮椅一动不必 被警卫发现了踪迹 为了尽快救出阿詹 阿海一连放倒了几个警卫 才终于来到保险库旁 库里的氧气越来越少 阿海只能选用最暴力的方式 他在门上安了几发炸弹 随着一声巨响 门被炸弹炸开 阿詹也侥幸逃过一街 两人一边斗嘴 一边准备逃跑 可在大门口 他们却碰见了一群不锁之客 兄弟俩马上开始应战 这个杀手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学着阿海的样子顶炸弹 结果炸弹却粘在了脑门上 当场领了河返 但这已经是阿海手里最后一枚炸弹 此时另一名杀手拿着枪逼紧 剩最后一颗炸弹了 炸死他 杀手被皮鞋吓到 顺势跳到了保险柜旁 可他的脚在落地时 不小心碰到了门上炸弹的开关 直接被送回了老家 两人也平安离开了拍卖行 第二天早晨 阿海打电话给杨父 叫他拿出三千万 否则别想换回那副名画 无奈之下 杨父只好答应下来 他带着钱来到了阿海家 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可阿詹打开皮箱时 才发现里面只是一堆白纸 下一秒 杨父就掏枪打中了阿海的腿 不要 几声枪响以后 阿海倒了下去 眼看杨父又将枪口对着阿詹 阿海大喝一声从轮椅上跳起来 一脚踢飞了杨父 闭蛋一 没事 原来 阿海根本没有残疾 他只是通过演戏 让杨父对自己放松警惕 不过在两人谈笑间 杨父已经不见了 话也被他顺走 紧接着 杨父派来的杀手闯了进来 对着屋里就是一桶射击 一番激战以后 杨父终于再次露面 可打开话筒以后 才发现里面装的根本不是名画 事已至此 杨父只能杀人越火 他叫杀手把兄弟两人解决 在接连放倒几人以后 一名杀手吸引了阿海的注意 对方用扑克当飞雕 但在独身面前玩扑克 实在是太嫩了一点 他扔出的扑克 全都被阿海接了下来 更奇的是 对方不仅会玩扑克 甚至还会变息法 但发哥只用一招就应付了回去 而阿湛这边已经干掉了其他小弟 最后两名手下见识不妙想要逃跑 却被杨父叫住 威胁他们上去取画 只是摸了一下 手下就被电击倒 而画上的电力也逐渐减弱 杨父见状 踩着轮椅上去摘画 看到这一幕 阿湛用枪击中轮椅 杨父当场倒地 随后 阿海射出一发火箭 点燃了那幅名画 这时 干爹赶到现场 将杨父逮捕 原来早在这幅画第一次失窃时 他就收到了抓捕凶手的任务 但苦于没有证据 一直没能抓到杨父 现在有了兄弟俩帮忙 终于能将这个老狐狸绳之以防 而那幅真话也早就完毕归照 还回了美术馆 兄弟俩正打算攻城身退 干爹却将他们拦了下来 你们要这么走 那我不是很没面子吗 儿子咱老爸天打雷劈的 那我先把眼睛闭上 你们打吧 来了啊 真的啊 已经走了 蠢猪 离开别墅以后 两人来到码头找红豆会合 知道阿海没有残疾 三人闹成一团 阿湛和红豆打算坐船去美国生活 同时邀请阿海一起 可阿海却想一个人离开 我走了 祝你们两个春梦了无痕呢 阿湛并不打算开口挽留 他带着红豆上船 然后叫住阿海 你答应过做我孩子的干爹 而且馅儿都有了 这么不下心啊 好 开船 诶 等一等 我来接懒生 故事的最后 三个人一起到美国生活 阿湛和红豆接连生了几个孩子 阿海自成了孩子们的保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